一个三十几岁一个女性病人 那出现的一个状况是车祸受伤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腿骨 靠近膝盖上面的地方 断的一个情形 是蛮复杂性的一个骨折 那透过电脑断诊 现在对整体的那个影像 它的一个骨折的一个方向性的一个掌握 当然更好 可以看到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四分五裂 这从后面来看的时候 你看裂的情形比你光从 这个单纯的X光片上的掌握度 会来得好很多 当然如果这是比较单纯性骨折 未必需要做立体影像的重整 那一般的X光片大概可以读得出来 复杂那就要考虑到 这个关节面怎么让它兜得更好 不至于将来它愈合的一个结果 变成关节的变形 所以你可以看到古科医师 也是蛮辛苦的 那么复杂的一个骨折 要把它兜在一起 哪些地方钢板要施力点 要更多一点 所以这钢钉的一个方向 掌握要让几块 这个坏的一个骨头 断掉的骨头 要把它兜在一起 然后再经过体内 我们自己本来就有的 这个疗愈体系 包括骨折以后 我们的一个出血 然后细胞会跑到骨头的一些细胞 会跑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再把这个地方来清除 然后重新建了一起 这个骨头的连结 然后达到好的那样的一个效果 可以达得到 所以刚固定完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是骨折的一个地方 依稀还是约略可见的一个状况 这是骨折 这是经过一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骨折 完全完全看不到 所以表示我们体内的那个疗愈系统 也是很强的 但是它迁决条件 假如没有这个钢板的固定 它一定会遭经历 一定会走不到正路 所以那个帮忙还是非常重要 同样另外一个骨折 你可以看到到很复杂的 这样骨折的一个状况 那透过一样 这个相对不像刚刚那么复杂的 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 但是那个整体 还是需要给它固定好 固定好的一个结果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是固定好以后 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 这个骨折的地方 几乎也是看不到 所以在这个时间 我们就可以把里面的固定 或者外面的钢板那些 我们给它移除掉 这样这个骨头的一个力道 它本身的一个结构的 一个稳定度会更好 长久 当然是有